记者夜关于新北报道,自己活动自己决定。 新北市里13行博物馆日前举办周三巴黎日,儿童翻转学习的参与是预算提案说明会, 收到巴黎农产手作饮食、柚子竹笋创意小物DIY等八件在地居民的创意提案,提案票选时间截至后天,13日,下午5点为止, 凡涉及巴黎的民众都可到巴黎区公所或13行博物馆投票,特别的是,这次开放小学一年级以上的学童都可投票,让小朋友选出自己喜爱的活动。 13行博物馆从去年开始推出周三巴黎日,结合在地特色和社区营造,邀请巴黎民众在周三道馆, 这次巴黎区首次举办参与试预算,鼓励民众发想规划属于巴黎孩子的教育活动。 民众的提案包括结合巴黎当地农产品的手作饮食体验, 腌子农作物,柚子竹笋创意小物DIY, 以及推广社区环境生态的水岸潮西间带导览, 还有以史前教育为主的探险寻宝,13行人生活体验等活动。 周三巴黎日,儿童翻转学习参与时投票截至后天,13日,下午5点, 只要涉及在巴黎的小学一年级以上居民,都可凭身份证,户籍影本,居住证明等证件, 到巴黎区公所或13行博物馆服务台投票, 还可获得精美小礼,票选结果将于下周三,18日,在博物馆网站公布。